Hello,大家好,我是Pegg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一周是一个饰品科技,不过不是我的饰品,而是我的猫咪Luna的 她要咬人了 在穆尔根读书的时候,我就领养了Luna 现在应该已经有4年多了吧 然后今年的话,Luna马上就是一只8岁的老猫了 这几年也是看着她的体重直线上标,变成了一只非常出牌的胖猫 她要走了,bye 然后今天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买到的一些好看的猫咪饰品 其实我想做这个已经很久了,因为我一直觉得人靠衣装 新年的话大家都会喜欢穿比较红颜色的,觉得喜气洋洋 约会的时候女生又会有粉色的眼影,然后要有约会装 宠物也应该就是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又好看的小装饰品 因为尤其是在国外就是会有很多的节日 马上就有East了 万圣节,圣诞节,中国人的新年都是一个好的时机去给你的宠物打蛋 今天我就要拿出我的私货 我有收集到哪些就是好看的宠物饰品 因为大家看到了Luna比较难控制 所以我今天要用到这位猫模特 它是之前我在一个叫做Petsize的网站上面就是定制的 它是完全客制化,而且纯手工制作的 其实价钱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贵了 这一支小人的话大概要200澳币的样子 但是它的质量真的是超级好 而且摸上去的这个毛就非常的滑 在Facebook上面,然后看到他们的广告 然后就点进去 然后发现是一个客制化的玩具网站 可以上传三张不同角度的你的宠物的照片 可以选择他们眼睛的颜色 还可以就是选择他们的姿势 比如说是这样子坐着的 然后是站着的还是趴着的 然后甚至你可以细微到去选择它的嘴型 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就是猫猫舌头的 有的是喜欢微笑的 有的喜欢就是没有表情这样子嘴巴闭上的 后面还有一个区域呢 就是你可以去用语言详细的描述你的宠物有什么特征 比如说我的猫猫它的肚子 这里是有块白色的毛的 我当时就特意跟他们说 可不可以在这里加一点点白色的毛 然后收到的时候就有看到 诶 这里是不一样的 在国外来说 一般手工制作啊 或者就是原创设计的东西呢 价格都会特别贵 当时呢我收到这个玩具的时候 我当时打开箱子一看 就想说 What 这个是我的猫吗 这个脸长得完全不像好吗 怎么这么丑啊 它一点都不像啊 但是我当时摸了一下觉得 哦 这个毛真的好花 算了 就留在家里当个小玩具 后来久了就发现有的时候 你把它就随手放在哪里 然后你走过一眼瞄到的时候 就会说 蛤 本猫怎么在这里 但是仔细一看 发现 哦 原来是这个玩具 其实人家做的真的是挺像的 它们更多的是模仿的是一种神态 养了很多年的宠物 就跟家人一样 我觉得有这个产品 对于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宠物的人来说呢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味劲 哪里都可以带着它 晚上那儿可以抱着它睡觉 其实是一个心理上很大的安慰 Anyway 我们今天呢就要用它来做我们的猫模特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到底要哪些好看的猫丧链 一般来说呢 我们给宠物丈量这个尺寸的话呢 要留两个指节的空隙 一般呢就会拿一条绳子 绕过它的脖子 轻轻地这样量一下 然后比如说像是这样的话呢 是刚刚好紧的 但是我一般呢都会再留大概就是两个手指的位置 然后大概是这样吧 按住这里 然后拿下来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量的差不多 就是它脖围的这个长度 再拿尺子就是稍微量一下 然后我就会按照这个尺寸去买 我建议大家买的过紧或是过松 你带一个很紧的东西在脖子上也很不舒服 有一些猫猫比较的活跃嘛 喜欢上窜下跳啊 钻到床底啊 跳到柜顶啊 一个不留神呢 然后那个项圈就会勾在一些像是门把手啊之类的地方 宠物的生命呢有的时候真的很脆弱 没发现呢它那个气就变过去了 然后宠物的命就没了 像是我的猫呢 它的性格不算是太过于活跃 它不太是一个会上窜下跳 然后钻床底的那种猫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如果你的宠物刚好是那种就是特别活跃 我会建议你就是胜传考虑一下 这个事情完全是因人而异了 也没有绝对的说不好或者是好 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宠物比较了解 觉得它不太会是造成危险的那一种的话呢 那我觉得带向春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一般呢就是会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 如果你是在霍巴特的话呢 那我一般会去的地方 一个是Animal Truck Box 还有一个就是Pan Bomb 两个呢都是比较大的宠物产品商店了 但是我个人其实不是很推荐 这款式呢都特别的土 而且呢价格还非常的贵 我印象中都是20刀起跳的 换算一下人民币 差不多100多人民币的样子 我觉得有点太贵了 选择不多就算了吧 基本上都是那种沙马特的款式 但是我觉得可能质量会比较好吧 澳洲本地的话 我个人会比较推荐的一个就是Kmart 大型商举超市了 像猫咪的项圈呢 一条大概就是三刀的样子 我觉得算是非常之划算 非常简洁的款式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购物方式 就是Facebook和Instagram的推荐 这里会推荐两家 就是我之前在Instagram上面看过 感觉比较好的 但是呢我要提前生命 我也没有买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第一个呢是叫做Holy & Co 我本人就是一个超级蝴蝶蝶蝶蝶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间店呢 就是被它上面的那种蝴蝶蝶蝶吸引 下角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金属的标签 然后就觉得哇看上去好高档哦 而且那个颜色也很好看 上去会是一只非常高贵的猫 会觉得哇好想要哦 还有一个呢是叫BRKLZ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读 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波西米亚风吧 有一颗钻石然后配上一些星星啊 然后金属的叮当当的吊坠 然后可以挂在宠物的脖子上 这个应该会列入我之后的购物清单 然后说完这个呢还有一种 应该大家都比较知道的方式啊 就是网购 淘宝呢上面肯定是有超级多的 大家可能也会挑花了眼 会跟大家分享几家 我买过没有踩雷的宠物用品商店 我推荐的第一家呢是一个淘宝店 它叫做西爷原创手工 去年呢我回国的时候 就在这家店里呢花了大价钱 484块9人民币 不过呢其实换算成澳币的话也还好 大概也就是一百刀的样子 但是我买了十八条 而且这一家店呢我真是超级推荐 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很精致 而且款式呢都各有特点 给大家看一下我大概买了有这么多吧 超级夸张 这些基本上全部都是从那一家店买的 像是这一款 它是一个黄色的灯芯绒 然后上面有一个双层的蝴蝶结 然后中间呢还会有一个黄色同色系的铃铛 这个有点小碎花的风情啊 然后它也是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铃铛 然后这个呢就是比较简单和比较日常 这个它的那种质地呢应该是一些皮质的 感觉比较厚实 而且我喜欢他们家的原因是呢 他们都会有配这种就是扣 然后你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就是给宠物佩戴 在他们家的所有项村呢都是有分尺寸的 然后你要给自己的宠物量一下它的脖子 然后再去购买 然后我叫J呢就是量了一下Luna的脖位 大概是有30cm左右吧 然后在这家店里面呢已经算是就是中型犬的大小了 哎天哪 这一款呢是一个有蓝白红色搭配的一个丝带 下面呢还有一个像是那种凡克雅宝之类的小小的装饰 比较细的话就容易皱 然后就不太容易保存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是一个粉色的皮质的项圈 它的侧底是呢有一个珍珠白色的小的铃铛 而且它的这个粉色的布料呢是一种皮 然后感觉呢就非常的贵气 牛仔布呢一般给人感觉就是比较夏日比较俏皮 感觉是出去浇油会带的那一种 然后这一个呢我很喜欢的点是它的布料非常的硬挺 然后配上这个呢就感觉很精神 而且它下面有配一个小小的珍珠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珍珠上面还有一些就是小小的钻石 感觉就是很精致 一看这个布料就知道是那种有点和风日系 下面就有配一个小小的樱花的吊坠 本来呢这个上面是还有配一个小铃铛的 但是被我用钳子搅掉了 因为其实很多人说带铃铛对猫的听力不是太好了 洞骨嘛它的那个听觉是很灵敏的 带着一个铃铛然后又在它耳边不停响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挺烦的 所以一般如果是在家的话我尽量是不会给它带铃铛的 这一款的东西融和刚刚的那个呢又略微有一所不同 它们的每一款呢都是有一些小巧思 它的中间有一个就是星星形状的钻石装饰 下面呢又配了两个小小的铃铛 像这个边边它要剪开一个小的脚嘛 但是呢它都会用就是像打火机烧一下 然后防止它脱线 接下来呢就是我买了一些大的蝴蝶结 像是这一款呢是丝绒材质的 这个因为买了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这个布料是比较软的 所以它久了就会有一点皱 那这个边呢都有用黑线在勾一个边 这一款也是红色的蝴蝶结 但是跟刚刚的那一个呢又有不同的感觉 我喜欢呢就是有一点硬挺的材质 开上去就会很精神 这一款呢除了有一个铃铛之外呢 它上面还有一个就是星形的小的吊坠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一层是就是简单的丝带 另一层上面呢还有一些蕾丝 然后做的是真的挺精致的 但是这一种软丝带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比较难保存 因为用久了之后呢它就容易变形 软塌塌的感觉会有点就是破破烂烂的样子 因为去年不是一直都很流行 就是墨蓝底色嘛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那种感觉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蝴蝶结 就是有一点大 照相的话呢应该是挺好看的 但是你想象一下在家里日常带的话 可能就是喝水啊吃饭什么的 不是太方便 它上面呢用了双层的蝴蝶结 配了一个小小的金色铃铛 中间的这个环控呢 还用了就是一点点皮质的黑色布料 颜色呢配的也是很和谐 然后它上面这个布料呢就是一种日系的感觉 让你想到它们的那种烟火大会 也是双层的蝴蝶结 配了一个小小的粉色铃铛 然后上面呢会有一些小小的碎花 感觉是比较斯文的款式 这一几种大蝴蝶结的呢 都是适合就是上相 Luna的Instagram照片上也出现了不少 这个就是它的圣诞限定项圈 红配绿加上了一个大大的铃铛 上面呢会有一些小的星星形状的挖孔 这个布料上面呢还有一些小小的金丝 整个呢就是很有那种节日的气氛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大的铃铛会略微有点吵 叮叮当当的响 所以刚刚就是下面有一个小小的那种蕾丝 然后中间配了一个就是 Barbary格文风的这种小蝴蝶结 花朵形状的小扭扣在中间 其实做的很精致 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不是很喜欢 就是它后面呢是一个绑带的 抓抓抓然后就松开了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会更加适合狗狗一点 因为猫猫呢带着的话 感觉喝水啊吃湿粮什么的低头呢就很容易沾到 所以至今我也是没有给Luna带过 还有另外一款也是一个就是小围兜的 然后这个呢就跟前面的蝴蝶结有一点像嘛 而且还有一个烦的点就是带往围兜 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一直保持它在正面 然后它走走就会转转转转到脖子后面去了 我太知道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带了 是应该朝正面的还是侧面的 其实是带到后面了 它面的这个项圈呢是牛仔布的材质 然后外面的这个布料呢就是有黄色的小鸭子在上面 看到这些所有小鸭子里面还有一支是有带上蓝色那个头巾 感觉就跟那个项圈的颜色呢就相互回忆 刚刚那一款的铃铛呢是在那个就是项圈上的 这一款的铃铛呢就是在这个围巾上穿了一个小小的洞 而且我觉得它们的布料呢真的特别的漂亮 如果是做成人的小裙子的话 我觉得我也会想买 这个叫做687杂货铺 我在他们家呢就是买了4条项圈 一共是63块4人民币 这个呢我买了略微有1.9了 这一家的特点呢是他们所有项圈上面都会配一个很可爱的大铃铛 然后配上草莓的铃铛 然后配上一个绿色的项链 配色呢应该也是很合理的 然后这个铃铛 那么很可爱 曾经一度很火的Life Friends里面的兔子 然后配上橙色配色的项圈 怪物建立工厂里面的大眼仔 我觉得这个超级可爱 有一段时间我超级喜欢这条项圈 就一直用卤奶袋 紧接着呢就是我之前有提过的澳洲本地的商店K-MAL 可以看到这里的款式全部都是很简洁的 优点就是他们的产品价格都是非常便宜的 大概就是三刀的样子 即使换算成人民币 在国内呢也是相当便宜了 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些锅点什么的 我就不全部给大家试了 K-MAL有卖这一种的铺蝶结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节俭的理念 它这个蝴蝶结呢 后面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橡皮金圈 只要买一条这样子普通的项圈 你就可以把这个套在上面 你就可以一条项圈 但是换着不同的蝴蝶结给你的帽带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环保的理念 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手做 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啦 应该很多人都有见过这一条 就是我一开始突发奇想 给我猫咪做了一个珍珠项链 在手工店买了一些假的珍珠珠子 然后把它穿起来 这个鱼线随着带走了 慢慢就会变松 我觉得应该已经马上有要断了的趋势 在珍珠之后做了一个进阶版 就是买了一些小孩子穿珠的那种珠子啦 然后五颜六色的也是用鱼线把它穿起来 上面呢就会有一些小爱心 但是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弱智 这是我妈妈给Luna做的 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我妈就是跟亲戚一起去了墨西哥那边旅游 然后她就在当地买了很多这种珠子的饰品 过来之后呢就沉迷于此 然后她就自己在淘宝上买了很多珠子 然后亲手做了这条大金链土豪风的感觉 最后的最后呢我要介绍一条Amy宠物生活馆的店买的 然后她一共是21块6人民币了 应该很多人都看过 这个是Luna的新年装饰 还有一个中国人应该都知道的长命锁 又有寓意又好看 而且还有中国风的感觉 每几个珍珠之间呢 都有配一个小小的带钻石的环扣 就加长一点点 就是像人类的项链一样坠在后面 这样呢就可以保证这个锁头呢一直都会坠在前面 然后这个呢卖的有一点小贵 不过呢我也觉得是合理的 可以在新年的时候带有一些中国的风情 这一条呢我也是非常的推荐 好的总的来说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宠物视频分享了 然后这里呢都是我刚刚介绍的所有的项圈 如果你有看到哪一条就是项链你很喜欢的话 那你可以到我下面的资讯栏 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 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把宠物打扮的美美的 宠物呢都会开心健康和我们家胖Luna一样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评论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记得按赞哦 还有就是follow我的channel 然后我们下周五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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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